你真的一點都沒有誰 失去醫院後還是這麼討厭 活該你,你多做壞事 你先別走 既然她這麼想知道自己的事 你算是幫她告訴她 你是誰? 我是靚姐,我是她的外婆 你也認識我,我們還很熟 很熟?我什麼都不記得 我只知道自己叫戴喜香港人 對了,我來這裡幹什麼? 我怎麼知道你來這裡… 她怎麼知道你會來這裡向她求情 求情? 是,你做錯了事,對不起她 所以分手了 現在想來求情求她 你們本來是情侶來的 情侶? 情侶? 不可能的,你看她,她這麼胖 你看… 別管我 她還在挖著我 怎麼會?打死我也不相信,情侶 你真是,你們連請貼都引好了 信不信? 新童哥叫麥家輝?我叫戴喜 傻人,不就是因為你氣氣了肥田 她走回來後,她老爸就逼她要嫁 這個麥家輝 你知道了之後就瘋了,這樣飛過來 說要搶人 還要挨著肥田原諒你 誰不知這麼不幸 你們兩個一起撞車 來吧,肥田現在還在生氣你 當然 現在家輝被你害得還快在旁邊 房間還沒醒 我真的為你做這麼多事? 所以說你們這些男人做錯事也不肯承認 我都不記得,我只知道我頭很痛 我什麼都想不到,怎麼會這樣 我也知道你是需要多點時間 慢慢慢慢想想 這樣吧,你自己慢慢反省一下 我們明天再來靜靜你,你休息一下 你這麼瘋了,手機你會煮什麼? 你做得這麼誇張,怎麼辛苦呢? 我真的會喜歡一個肥妹,不會呢? 我… 麥家輝 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問你 麥家輝 究竟我跟肥妹有什麼關係? 她是不是真的是我以前的女朋友 我們是不是一起欠她? 麥家輝 麥家輝 先生,你不要需要其他病人 不好意思,姑娘 我只是想問她有關我們意外的事 沒人可以幫到我了 Tina小姐就是你朋友 你可以問一下她 我現在正在問有關Tina的事 你醒了嗎? 你又是誰? 對不起,是我車子撞到你們兩個 但是你和你朋友 失機無神般殺出來 我真的殺不了祭 我們真的一起衝出來? 但是我不認識她 我不知道你們有什麼關係 是呀,但是你們好像吵架 然後她想搶你的東西 好像是個想架 真的跟這張相架有關係? 難道她倆說的話是真的嗎? 我吃完東西再說,現在說得了嗎? 很透心涼 別玩了,你到底想我怎麼做? 問得好,問題是你想怎樣 我還可以怎樣? 那個壞蛋失造憶都說我胖 真是一肚火 對呀…我就是想你保持這把火 趁她現在是最脆弱的時候 又沒有記憶,又沒有錢 沒有人沒有物 孤苦連丁得一個恩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她還回舊本了 你說得這麼可憐,如果我們還玩她的話 那豈不是很黑心嗎? 說了這麼久,你也不明白 跟那隻豬真的很難溝通 靚姐,別再說了 現在不是我說的 是大四喜說的 我怕死你不記得 我記得,我當然記得 恨死她 記得就好,記得她怎樣傷害你 問題是你想不想從今天開始 抬起頭堂堂正正做一個 有尊嚴的肥妹 這是你唯一的翻身機會 做還是不做? 好,我做 不過她這麼討厭肥妹 會不會真的算我是她女朋友 還有,她這麼喜歡問話 我怕我不懂得回答 萬大事有,我都在看著 總之你知道她有多少事就告訴我 讓我慢慢幫你部署 怎樣用女朋友的身分來玩殘她報仇 剛才不好意思,我老的時候想不到 不過你很大的機會是我的女朋友 報告出來了,跟你檢查過了 身體沒事,可以出院了 至於你的失憶問題 你真的要給自己時間 怎麼樣?現在是不是先回家了? 我肚子餓了 去行公司買東西吧 可以請她去嘛 也要給她買一些日用品的 好,你看看我的衣服那麼髒 我要買一件新衣服 你以前很烏,怎麼突然這麼精彩 是呀,失了一億才會和人扮胭尖 沒有胭尖的嗎? 等著 我先幫你買新衣服吧 免得你連衣服都沒得換了 你真的找不回我的行李嗎? 都說那些舊東西便宜了就算了 重新開始嘛 別說那麼多,看衣服… 走吧 我們去那邊看吧 等等… 這設計和手工都很漂亮 你看看 這件衣服是不是更漂亮 我想穿上衣服一定會很漂亮 不, 這件衣服的主題就是自然 意思是跟大自然融為一體 穿上衣服又舒服 又無拘無束又放鬆 就像身上第二層皮膚一樣 所以用甚麼布料都很講究 真棒, 為甚麼這件衣服這麼熟 誰跟你說的 誰跟我說的, 就是我說的 我以前是在這間公司D.D.D. 跟你一起工作的 這件衣服是我設計的 難怪我看見這件衣服就想買了 不如你再說一些話給我聽 或者我記得了 你以前是在D.D.做銷售師的 你看到我的設計這麼漂亮, 成功了 豈不是要怪我為師想做設計師 你以前整隻貼頭膜經常黏著我的 我以前做過銷售師 不是你猜的 你真的以為自己是大設計師嗎 本來我不太想修理你 你的設計天份一點也沒有 有一晚開夜, 還刪除了我幾百張圖 我刪除了你幾百張圖嗎 不過我真可憐 不過你說說好像有點印象 就是, 你正式罵罵犯犯 專門識女人 幸好你肥田的心底好 沒有, 不解僱你, 免得傷害你 不就調你去做裁縫吧 一個好的裁縫 就不代表一個好的設計師 這件事你應該很清楚 你做裁縫也挺好的 這件衣服就是我叫你載的 那些車工也不錯 原來我們以前是一起做過事的 對, 就是日對夜對 對得久了就變成了 你想想, 私圖戀 你簡直是高攀人 不想到最後又是在那裡拋棄的人 就是了 我是裁縫, 又喜歡自己的師父 真是肥貧 是 既然是這樣, 不如我們快點回公司 可能記得多點東西 對, 你的東西他最清楚了 總之你黏著我們 你就盡快會記憶以前的東西 看衣服…這件衣服吃 母子, 不如問這件衣服 既然這麼有多少價值 不行, 我一看到這件衣服 就想起你以前怎麼對我 對, 你想氣死肥田嗎? 看見就眼淵了 你帶他去平時掌開的衣服 也好, 別走 就這件衣服吧, 你穿著這件衣服 你好… 很合襯 不是吧?很合襯 你看看我胸口大大, 愛心飛得拼 沒有設計, 沒剪, 肥人穿著就差不多 不准得, 肥人 拜託你看清楚一點 我們這些叫做有前有後, 有看頭 別說你瘦了 是呀… 不如我們去其他地方買吧 不行, 一天在買, 一天不買, 一天走 就是呀, 你還沒穿上衣服 或者穿上衣服就好看 我看見你了 都說適合你的了 是呀, 多合身, 多好看 還說合身?你看看, 長了兩個馬又多了 是這樣的 這裡的衣服全都是一個尺寸 沒有小馬的 你這麼瘦, 就算有漂亮的衣服 也穿得不好看 不如我們去DeeDee買吧 你也挺識貨的, 不貴不買 那人家的衣服比較漂亮 穿上身也有自信心點, 開心點 你這個人不太尷尖, 就開心點 人家怎麼看你, 不是看你的衣服 是看你自己個人的 你這麼聰明, 你有錢的 你自己買過吧 你給錢, 你決定吧 我也沒得選擇 我去吃吧 女兒, 爸爸 我現在在醫院看家輝 你跑去哪裡了? 他有事你也不陪著他 我正在買衣服 你未來老公睡在醫院 還用心思買衣服的? 我現在和美女在一起 肥老頭 騎老, 你做完事了嗎? 這幾天發生了很多事 你別只顧著家輝才行 大小子就和他一起撞車 大小子, 怎麼會這樣? 甚麼事? 你冷靜點 總之待會回來慢慢再跟你解釋 就這樣吧 別選太多了, 就這套吧 趕時間, 走吧 你去哪裡? 我回去見肥田的爸爸 你未來這段日子的米飯班主 走吧 走吧 爸爸 大四喜 你幹甚麼? 幹甚麼? 你還不在乎 對了… 幹甚麼? 別死了, 不能死的 你幹甚麼打人?肥老, 你是誰? 我的肥老, 你敢不認得 你不見得打得你認得 一腳踏兩船, 加上肥田這麼傷心 我今天要你三倍奉還 我一腳踏兩船? 我真的這樣對肥田? 你不用擔心 我親眼看見你牽著那個女生 操守 你死了 小姐, 這樣打下去, 疊了 沒事的, 不能闖手一點 她想你相信 她真的甚麼都忘了? 難道醫生有說假話嗎? 爸爸, 大四喜這次真的特地回來找我 她撞車失了憶已經很慘了 你原諒她吧 她也是這樣對你 這樣打法, 甚麼仇都報了 大四喜, 還不快跟肥老說聲對不起 不說嗎?再打一次 好, 來… 對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我這樣對肥田 說聲就算了 女兒, 怎麼樣?你真是原來這個壞人 算了, 他現在有事 加揮他有事, 還沒醒來 我全都派了 現在你知道壞了嗎? 你根本就不應該逼女兒亂嫁人 現在反正嘉輩還沒醒 就應該給肥田和大四喜空間 看你打得人家傷成這樣 還不拿鐵打酒給人家搓 好啊, 哪有鐵打酒? 沒事吧 你怎麼樣? 你怎麼樣? 以前的事, 對不起 你對甚麼不住? 你以前的事都忘了 你一點誠意都沒有的, 對不起 我是忘了 但昨天肥佬打得我這麼緊 又說我一腳踏兩船 我想我以前真的很對不起你 別說了, 我幫你搓藥走 我先走了 你是不是記得了甚麼? 這幅畫是不是… 是不是很髒了? 你就是髒了 等叔叔, 幫我搓藥走 草手那一隻 收到 為甚麼? 她倆女兒都很髒了 你背井啊, 皇帝 你打得笑, 你死吧 Hello, YouTube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劉沛月 阿門 我是蔣祖文 我是黃定欣 我是江美儀 立刻訂閱這個 YouTube 頻道 收看 TVB 精選劇集精華 喜歡這條影片呢? 記得 Like 和 Share 我去查一下